新闻大破解 各位大新闻 大家好 俄乌战争满月了 乌克兰扩大反攻 集成了俄军的大型登陆舰 英国首相强声宣布扩大援助武器 也相信乌克兰将会逆转胜 俄国的普丁被传出政局不稳的情况 西方在24号起一连三大峰会 重点警告中共不要援助俄罗斯误判情势 联合国大会24号通过了第二次相关决议 要求俄方停止战争的行为 而中共冷淡地回应乌克兰总统的谈话邀请 却魄力地在今天要尽快地和韩国总统当选人 隐习越来通话 美中俄大三角的动态在诡决中 是否逐渐地走向明朗 拜登主张把俄罗斯逐出G20国 那中共的处境会如何呢 中共长期超越两面三刀的这种大内外宣 遇到了国际的大翻译运动 把中共喉舌对于不同对象的客制化宣传 给翻译翻译 给全世界不同国家的人民听听 这民意会如何的影响全球的政局 而中共在二月初说 中俄之间的友谊合作没有限制 而中共3月23号改口说是有底线了 中共四处的急转弯 而这样呢 这次会翻车吗 中共应该从中正面学到哪一些的教训 我们介绍破解新闻来宾 台湾大学政治系林玉教授 明居正老师 主持人好 桑律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答案好 时事评论人桑普律师 主持人好 林教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美国总统拜登在24号抵达了 欧洲布鲁塞的出席北约峰会 G7七大国峰会 还有欧盟理事会的峰会 那么西方将要如何的进一步来回应 俄乌战争来回应中共的暧昧奇强态度 23号 北约组织的秘书长炮轰中共 为俄方提供了政治支持 而且包括散布公然谎言和错误讯息 欧盟的官员也透露得到非常可靠的证据 中共正考虑军事援助俄罗斯 拜登说 已经非常的直接 让习近平知道 如果执意推进这样的目标 就会自现重大的危险 那么请教两位 先请教这个明老师 就说美欧和民主阵营 其实原本就在印太 去围堵中共的共产极权扩散 那这样俄乌战争的诸多的效应 会如何影响美国联手 这个应对中共这样的态势 有人说就是他们现在已经开始 在针对俄乌战争这样的问题 美国跟欧洲开始联手对抗中共 其实我觉得大概你说对抗还没有 也就是不在这个问题上面 那之前你说就是美国跟欧洲的合作 在对抗中共 那这个事情是有 但是不在恶物这个问题上 这个问题上并不明显 不过他北约对中共 这次在这个战争当中的态度跟立场了 那北约很多事情是不高兴的 那所以如果整理起来的话 我们看到北约最近对中共有关的问题 大概有三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就是很明确的谴责中共说 你在支持俄国 你准备军援 虽然你还没有军援 但是我们有 就像你刚刚说的 我们有很明确证据 你好像要准备军援它 那这点我们要帮你叫停 这个我们另外再说 第一个北约特别指责 就是说你在政治上支持它 这个大家比较少谈到 虽然大家都看见 但大家比较少谈 怎么说呢 我们都知道你到现在为止 你中共没有明确的谴责俄罗斯 你去侵略乌克兰 那不管怎么说 就是你俄国跟乌克兰 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意见 摩擦或者历史的纠葛恩怨等等 人类的文明走到今天 大家已经不太能接受 用战争解决国际纠纷 现在我们有国际法庭 有联合国 有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 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多边会议 或多边架构 然后也甚至可以有经贸制裁的这些手段 你大可以用这些手段 你不必要走到战争 而更何况说 很多俄罗斯发动战争理由 其实说起来还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你在这问题上面 你没有明确表态谴责俄罗斯的这些侵略 那北约很不客气指出来了 第二就是那更恶劣的就是在国际法庭上投票 15个法官投票 13票认为说是有侵略 那你俄国你说我投票反对我侵略 那大家说算了 因为你是自己国家 你中共为什么也跟俄国一样 也投同样的票 这大家觉得说不过去 所以这就是很简单 用逻辑 就是一般的常识可以判断 还不错逻辑了 一般常识能判断的事情 就是你都这样做的话 那你是违背常识 那表示你的立场是偏颇的 所以就是北约特别指出来说 你中共在政治上这样支持俄国 这是不对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北约讲的更重 你公然说谎 你上布假讯息 然后等于就是说 你在打资讯战跟心理战 这点我记得我在另外场合 我讲过 我说在这个拜登跟习近平 这个视线会完了之后呢 中共立刻就搞大外宣 我们上次不是说了吗 他发一个新闻稿呢 就在会谈还没结束以前呢 就先发了新闻稿 这场荒唐的事情 那表示说 他想抢责话语权 他想在这个文宣阵地上 先巩固一些他的立场 那完了之后呢 又接着发了多篇的重磅文章 去解释说中共的立场跟态度 其中我经常引用一篇 就是3月19号 在新华社上发 他那个一个小标题叫 第一观察 正式标题叫做 中美元首视频通话 释放三大关键信息 我就不重复三大关键信息了 我就讲他其中几个要点 他有几个要点 第二点他说 习近平这苦口婆心呢 跟拜登讲了很多话 他的目的就是说 提醒美国 你们不能误判形势 如果你误判形势 继续采取错误的做法的话 那会造成问题升级 一棍子就把问题 丢到美国那边去了 今天讲说这恶物战争 就是你说是美国的错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他说 最近美国为首的 一些西方国家 采取一系列的 单边制裁措施 单边制裁措施 进一步计划矛盾 没有解决问题 然后导致全球的经贸 金融 能源 粮食 产业链 供应链 出现了严重的风险 在这种背景下面 美方从中方对话 沟通的需求上升 也就是你这种问题了 就是你现在有求于我 中共完全没有说 他在这里面 扮演了什么角色 也没有说他有什么责任 所有责任 所有问题都是你造成的 他变自己一个 仲裁者的角色 不只是仲裁者 受害者 受害者 受害者的角色 不只是仲裁者 但同样标准放在 他之前疫情上 他也不是这样讲的 反过来说 你说他有没有 单边制裁澳洲 他有没有单边制裁 纽西兰 有没有单边制裁 立陶宛 有没有单边制裁 台湾的凤梨 而且老师 没道理的制裁 应该叫做报复跟霸凌 对 我就说 现在这个中央 叫单边制裁 那你至少 这些都是单边制裁 这第二点 第三点 各方应该共同支持 俄乌对话谈判 谈出结果 谈出和平 美国跟北约 应该同俄罗斯 开展对话 解开乌克兰危机的 背后增结 化解俄乌双方的 安全忧虑 你觉得他在说什么 他在说的就是 对 我们要解决问题 怎么解决问题 支持俄乌对话 同时美国跟北约 要跟俄罗斯去谈 因为问题是你们造成的 所以你们要去谈 你们要来共同化解 俄乌克兰危机 背后的这个增结 这背后增结是你们造成的 花多厉害 所以你说美国不跳脚吗 那简单说就是 他不但没有选择俄罗斯 他倒打一棍说 俄乌战争背后增结 你们美国跟北约造成的 因为他后来又发了一篇文章 又讲说 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是北约东扩 我们先看 我们上次说了 不是北约东扩 是原来的苏联的 加盟共和国 跟蓬佩顿卫星国家 在苏联瓦解以后 他担心俄罗斯 重新再暴灵他们 所以他们迫不及来 向西去逃命 是这些国家去西境 而是北约 不是北约东扩 这是完全不同的 也就是 就算要讲北约东扩 也至少 你得先把前面那个说清楚 对 而且至少要 各打五十版 至少至少 那已经是很不公平了 对不对 因为俄国侵略人家 是几百年的事情 不是说 对不对 不是说最近大家欺负他 不是这样的 他从一二一五年 一直搞到现在 搞到这个八百年了 那大家当然怕他 怎么不怕他呢 所以中共就继续谴责说 是因为北约东扩造成问题 那你为什么不指责说 俄罗斯威胁呢 你当年不是指责 俄罗斯威胁 或者苏联威胁你吗 这很清楚 这是第一大点 第二点文贵讲过 从战略上考虑 中共其实是希望说 这场战争能够久拖不绝 久拖不绝 第一个好处就是 消耗美国欧洲 这个跟俄罗斯乌克兰 也就是下次对上市的策略 久拖之后呢 美俄的矛盾上升呢 美中矛盾下降 那我们过去讲过就是 中共当快乐第三人的机会上升 北约就是逼他表态 比如说你得讲出来 然后美国的发言人 沙奇也讲说 你也要表态 你不表态的话 那我们认为说你再帮忙 好 那么这是第二大点 第三点我们现在看到说 拜登不是到北约去开会 你刚刚说开一系列峰会吗 第一呢当面讨论说 怎么进一步制裁俄罗斯 不管是黄金啦 加密货币也什么等等 第二讨论战争的可能性 如果俄国真的动了话舞 动了核舞 那我们怎么来 然后我们怎么支援乌克兰 第三他们在讨论就是 中共会不会支援俄罗斯 然后怎么样支援 支援到什么程度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针对它 然后其他就像伊朗啊 印度 委内瑞拉啦 不管石油或什么等等 这问题呢我们怎么处理 那最后一点我猜他们谈的就是了 我们要在这个战争情况下 或战争之后呢 怎么样确保欧洲的能源安全 能够这个顺畅 所以我在写这个稿的时候呢 消息也没出来 今天来的这路上呢 这消息已经出来了 就是好像美欧双方对于继续在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呢 有不同立场 这当然了 因为对欧洲的依赖比较重 所以简单说就是 一方面是应付俄乌战争 二方面就是应付说 你中共在这场战争当中 你的角色跟立场 那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所以我常讲 我说这场战争非常有趣啊 世界各国呢 在看着乌克兰 但想的是台湾 对 是不是这样 张建人看香港也想的是台湾 是 是这样 是 是 团文你请教 桑普律师怎么看 这一次说是不是联手抗共 我觉得还是为时尚早 联手是事实 抗俄是事实 但是我觉得对于打一个 盯一个甚至六次的策略 打俄罗斯盯上中共 还不算到那个联手一起去对抗中共的时刻 那我们看到现在的局势来讲 那刚刚明老师也讲到 那中共也被欧盟盯上 因为美国跟北约提供很多情报给欧盟 欧盟也很清楚 有一些非常可靠的证据 说中共正在考虑军事援助 俄罗斯 那这个军事援助跟财政支持相当庞大 那中共可能说梁末嘛 我讲过 就是那个食物有可能 那你知道那个MRE 如果你看英文的媒体就看到 就是那些军用的野战的口粮 那是很重要的一个 那另外还有备件 还有消耗品 弹药会不会有 虽然中共否认有弹药 但是你说要运粮的时候 会不会掺杂那个东西夹带私货 那是极有可能 就算卫星也很难政策得了 所以你看得到这一种情况 会慢慢地帮助俄罗斯 因为中共懂得一句成语 叫唇亡齿寒 所以这个地方是中共也是不要俄罗斯倒 那中共整个战略呢 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那个想法 第一个快乐第三人 把普丁退上火线 直接跟美国对撞 这个地方基本上已经做到了 那问题是对撞之后 中共躲得了多久 稳守快乐第三人能稳吗 这是一个问号 第二个事情是 那他俄国如果真的快速被歼灭 他也可能在歼灭之前 依赖中共 可能啊 不是一定 那这个情况会成为 俄罗斯成为中共的附庸国的情况 也会出现 这个附庸的出现会导致说 中共真的成为这个专制独裁世界的老大哥了 因为这个地方是他梦寐以求 有一百多年的一种所谓伟大的事业 这个地方是中共想去做的 但这个依赖论呢 我觉得说这个地方有个变数 就是你怎么减断中俄之间的磁带的问题 越快减越快越准越好 所以这个磁带怎么减 要输战输胜 才能够减断他们的磁带 第三个地方是 俄国撑住拖住 那刚刚明老师讲到 如果这个战争拖下去 那旷日废时 双方都消耗 那中共这可以地方 可以坐山观虎斗 他也没在怕 就算美国来制裁我 就是说把我拦炒 就是真的是把这个中共啊 真的制裁上去 他能拖的也他不是最伤的一个 所以结果是中共 现在用采取这样的态度 来面对一切的事情 那看到拜登最近 就是刚刚早上起来 看到拜登在3月24号 有那个在Brussels 在布鲁萨有个记者会 他也讲到北约是团结的 这个团结当然是好 但你要知道说 美国跟欧洲国家 是因为利益的关系 而团结在一起 没有必然的原因 他们团结的 如果这共同敌人没有掉的话 也是会有分开的时候 但在这个抗俄的情况下 在俄国还没倒的情况下 我觉得说尤其是俄国 继续入侵乌克兰的情况下 还是会坚持 但彼此之间在能源各方面 会有不同的诉求 所以我想说 这个联盟暂时还是稳妥的 但不可能是永恒的 那你看到说他们 欧洲盟友跟北约通过 那个军事跟人道援助 支持乌克兰 实施史上最严厉的禁制裁 那拜登也讲到 可能拖一年的时间 这个禁制裁不会在这么短时间内撤除 除非俄国撤出这个入侵的部队 那另当别论 他一年内可能会有这个情况 他说北约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团结 而普丁的侵略都是事与愿违 因为北约跟美国更团结 北约跟欧洲更团结 而且他以为美国没有凝聚彼此的能力 反而是有 这地方肯定 第二个地方 担心核武的问题 那拜登就说 如果俄国使用核武 美国会回应 当然不会把底牌翻出来 第三个 讲习近平 318 习近平跟那个普丁 跟那个拜登 有去二小时的视讯通话 那拜登就说 中国向那个俄罗斯提供实质性支持 将会面临严重后果 这个事情已经多次提及了 苏利文 布林肯 拜登多次提及 这是敲打中国 因为你讲这句话 中共说 我不会提供支持的 这个基本上 也是失信于俄国嘛 如果说我会提供支持的 那就是调到那个美欧会对抗的陷阱嘛 那他就不说 他也不回应 什么都不说 然后你现在知道说 美国是掌握实质证据的 那问题是美国为什么不现在 这边翻这个东西出来 因为他很知道 这个现在头号敌人是俄罗斯 这第一个 第二个事情 要翻这张牌出来 留到后面翻 比现在翻好 现在翻这张牌出来 来对抗制裁中共的话 那很可能激起 那个全球产业链的 那个中断的问题 因为中共 伤看在整个 全球商业链太深 太多了 那现在你看到 如果debundering 如果川普时代 没有开始做 这个debundering的动作 我想现在已经不堪设想 所以现在是正在美国 正要重整产业链的重要时刻 也是台湾必须要面对 这个重要时刻 我们必须要审慎的抉择 那现在的地方是 全世界要中共不要干涉 手中都有中共干涉 俄乌战争的证据 但偏偏先不拿出来 这个地方会再往后丢 这个第一个 所以我觉得现在 整个局面来讲 当然说把俄罗斯 从G20请出去 等等 那拜登也讲过 一句很重要的话 是说中共不要援助 俄国攻乌克兰 因为中共已经了解后果 不是已经了解 有后果 而是已经了解 会有什么后果 因为这个地方 已经在那个 视讯通话里面 讲得很清楚 所以这个地方 已经跑出去 即便说刚刚说 刚刚明老师提到 中共也是讲美国 讲到中共自己是受害者 美国是升级的元凶 但是美国一概不听 总之你去援耳 一定会有后果 后果都已经告诉你了 意思是怎么样 意思是说 如果你真的会这样做 你就承受 一步接一步升级的制裁 而且欧盟已经提出来说 贸易制裁建在弦上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 是旧贸易制裁 就重演说 川普做的事情 加剧 加深他的烈度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刺激制裁 我觉得这个刺激制裁 对于现在 中共现在也雪上加霜的经济 基本上是那个雪上加霜 但是问题是 它会不会导致 它整个倒台的结果呢 我觉得还不会 那这个要看 这个战争能拖多久 而且北约跟欧盟跟美国 有没有决心 用一个比较快的方式 来完结这个事情 这个才是对全球 抗拒中共的形势 是最好的 希望大家了解 是 好 我们接着来关心 就是乌克兰总统呢 抛出要邀请这个 中方的习近平来谈话 不过呢 中共的外交部呢 是冷淡回忆 那怎么看 这一回合的交手跟用意呢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大货解 俄乌战争爆发 一个月来呢 中共拒绝谴责俄罗斯 构成入侵 还被曝光考虑 军事和物质援助 而相对呢 它的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 乌克兰被中共背弃了承诺 那乌克兰要求 中方的无人机厂商 大将停止在俄罗斯的业务呢 遭到拒绝 还有一些相关的事情 那还有乌克兰总统呢 也抛出计划和习近平会谈 被中共的外交部冷淡回应 所以两位怎么看 我先请桑普律师 就是说 泽伦斯基提出向习近平会谈呢 您觉得这一回合 这一首如何 那这个乌中的这次交手情况如何 因为之前 其实泽伦斯基的顾问 有出来批评中共 那第二个问题是 这场俄乌战争 中共针对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受众 好像有不同的宣传调性 跟不同侧重点 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对 第一个问题先 可以虚谎一招 但是千万不要与虎谋屁 那这个是我对他的总体看法 从四个方向来谈一谈这个事情 第一个是测试中共的态度 那测试中共态度 一个最重要的地方是 要跟他谈谈嘛 谈谈也不用玩真的嘛 就是要了解说 你是真心的去援恶嘛 当然你从中共口中 可以听出什么呢 但是可以看到 如果说你看到中共把 刚刚跟美国讲的态度 拿来跟泽伦斯基讲 你看会有什么后果 那当然说这个泽伦斯基 会把它炸开锅嘛 就中共在那个地方讲这样的话嘛 所以中共也会对他摆一个笑脸 好 这个地方也是一种 第二个事情是 重设两国的关系 我觉得我是测试斯基 千万不要在一个弱者的态度 来跟中共来对谈 而是说我要求平等一代 你今天你要跟我继续 有关的经贸往来 跟各国的关系 是以你起码不干涉 恶务战争为标准 你可以帮助我 好像他说的 泽伦斯基跟习近平的计划会谈 争取中共支持 希望中共在结束这个战争上 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所谓更重要的作用 就是千万不要扯后腿的意思嘛 不要在经济 军事 政治 假讯息 谎言方面继续支援这个俄罗斯 大将 刚刚你在那个画面上看到的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军用的无人机 都是用大将来生产的 你想想看 这个地方等于说 你用你的武器来打我 那我就要 如果我施责任司机说 你要撤除 否则的话 就等于施我为敌人一样 这个地方要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跟以前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跟那个日本跟美国跟英国 甚至以后有机会跟台湾 就是不一样 第三个事情是 中共很可能 就是已经丧失了一个繁俗国 如果用中共天朝的那种想法来看 乌克兰是我的繁俗啊 你看到 乌中关系的确一直很好的 因为乌克兰供应军事科技跟武器 给中共威吓台湾跟美军 基本上在1989年开始 那时候六四事件大家都制裁 当时苏联也不想把武器给它 那唯独乌克兰是有这个能力 我有这个意愿去给它 那第一艘的航母 辽宁舰都是一开始从乌克兰来的 海军反导弹的雷达的技术 还有先进的喷射发动机 还有玉米 还有葵花籽油 都是从乌克兰来的 我就问泽伦司机一句话 是这些东西 是不是以后都断干净 从台湾的角度来看 从自由世界的角度来看 当然说现在看到台湾政府 希望跟那个乌克兰维持友好关系 但是我们要把事实讲清楚是说 乌克兰也不是完全没有追究的 它也跟中共也有一手的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东西讲清楚之后 我们就希望说乌克兰能够在这地方断干净 这个地方很重要 第四个是 如果我是泽伦司机 我希望他提出一个东西 告诉习近平 我跟你讲完之后 我可能接受台湾的邀请 去拜访台湾的国会 去发表演说 我看他怎么回应 大招啊 如果挂电话的话 你就翻脸嘛 对不对 就把中俄播成一堆嘛 如果你今天你不翻脸 你真的是大 就没说话的话 我就去了嘛 所以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两难的局面 给中共去承受 不是美国来讲 是他的口来讲 是最有效力的 而且台湾目前朝野两大党 都认为邀请不错啊 能够邀请的话 对啊 希望说真的 台湾立法院院长 尤其坤也能够去邀请他来 先寄出这个韩见 邀请他来 他大会答应 由他来决定嘛 OK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 第五个重点是 你看得到习近平根本不谴责 入侵 批评西方的制裁 也是跟俄国的战略伙关系 16个协议也在 而且是不谴责国际法庭13比2等等 我们都讲了很多遍 中共没有支持俄罗斯才怪 所以承伦斯基也不用在那边 在一边问一些 摆明知道答案的问题 我觉得很重要 正如他的副总理 韦列舒克讲过 炮轰 他当时的炮轰 赵立坚的言论轻挑 配不上大国的地位 当时他说 乌克兰的副总理 说中共要去问问 160名在炮弹之下的 乌克兰中国籍留学生的意见 是怎么样 所以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 乌克兰的政府跟很多官员 是不满中共的 所以我认为 承伦斯基这一次是 表面上是笑着跟中共来谈话 怒火 中烧 中烧 大家要很清楚 那第二个问题 你问到是 关于那个不同 场合 不同受众 不同宣传策略 跟政策重点 这个是我们整集 我们都看得到这个痕迹 你看对内一套 对外一套 对内是批评北约 利用乌克兰来打代理人战争 他是3月19号 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 乐玉成说 北约美国应该为 俄务战争来负责 就是刚刚 明老师讲的那一套了 反思冷战思维 跟强权的政治 他是说 二战之后呢 美国跟西方国家 主导的国际秩序 搞小圈子 破坏区域的和平跟稳定 北约跟华沙公约国的组织 都应该解散 那个华越组织 华沙公约国组织解散 北约也应该解散 他觉得说 如果你不解散 而且 就是团结在一块 就等于说 威胁到 那个俄罗斯的安全 这个态度 是非常的强硬 斗争 煽动 洗脑 战狼式的 你看得到 他希望分化 美国跟欧洲国家 而不是团结在 普世价值之下 这个地方是用 对内的一种内宣 逆宣的作战 那对外 他有另外一套的 对外 偶尔在关起门来 骂拜登的时候 有一套 就是用内宣的那一套 但是 敞开那个大门 去跟全世界来说话的时候 另外一个脸 请刚 中国驻美大使说 3月20号 面对美国的传媒CBS访问 他说 中共不会提供武器弹药 支持俄罗斯 对乌克兰的战争 你看你相不相信 并提供帮助来 还缓和危机 那记者就问说 中共为何不能公开 谴责俄罗斯入侵呢 那是幼稚跟无用的 那如果不谴责 不主战 那你怎么能帮助呢 他就不回答了 为什么每天要谴责台湾 对 骂台湾 如果这样子 为什么你谴责台湾 不是幼稚跟无用吗 对 所以中共是一个 反普世价值 跟社会秩序的破坏者 我记得 英海光有篇文章 讲到 那个中共的观察 他说 中共有五个特性 诡辩性 独占性 兼职性 国际性 跟从商暴力 那他在光明前的黑暗 一篇文章说到 中共目的十一 手段是多 本质是长 形态是变 所以大家不要光看 他的不同的嘴脸 而是说 你整体来看 把大内宣跟大外宣 在全球的舆论上面 摊出来 大家来比对 那我们就挑那些 最能够打击到中共那些话 来打击中共 这就对了 我也希望在墙内的中国人 能够看清楚 中共的嘴脸正是如此 希望大家多说警惕 对 很有这种 直入为马的味道 该骂的你不骂 不该骂的你就一直骂 骂骂骂骂 所以明老师怎么看这题 先说泽伦司机 跟中共会谈这件事情 泽伦司机这次 算是一个不错的招数了 我浮体抽筋 我就出来 我就说 那个讲了 然后希望说 你不要去军营俄罗斯 其实就这个意思 就等于在峰会期间 三大峰会期间 我给你出来 来那么一招 我来那么一招 就是看你怎么接招 那不管怎么样 你被动了 泽伦司机就是很主动 这是很棒的 那问题是 中共如果说 他看那个战局演变 他的战略会变动 那现在因为战局 对俄罗斯不利 所以他大概就想说 那我也要变招 所以他现在立场 大概是说 既然打成这样的话 我在战略上 是支持俄国去打持久战 因为如果持久战的话 我从中牟利的机会比较大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当 就有可能当快乐第三人 所以抱着这个想法 他必须拒绝乌克兰 所以现在就 他们俩在过招的时候 大概会这样走 当然就过一段时间 如果说局势再变的话 他可能还会再变 但目前为止 我们是这样看的 第二就是我们想 比较谈谈文宣的问题 我一直跟大家讲 我说中共是非常注重文宣的 从一开始就这样 因为他必须要有很多谎话 去包装他的行为 然后去欺骗对方 然后去占上风 所以他的文宣是向来厉害的 你从头到尾看到现在 你必须承认这一点 那我就拿最近的事情 就我们讲过几次 拜习这个视频会议上面来说 他们怎么去搞这个文宣 我们的小伙子说 对这次会议是美国主动召开的 美国主动召开就是说 我晓得你可能会去军援俄罗斯 我现在告诉你 你不能去军援俄罗斯 我就是警告你 他当然没有说我警告你 他是说 俄罗斯现在发动对乌克兰战争 我现在怎么制裁 怎么制裁怎么制裁怎么制裁 他现在搞了怎么制裁怎么制裁 怎么制裁怎么制裁 把他搞得这么惨 你自己看了办 也就把后果摊在这里 换句话说 对美国是主动召集的会议 但美国召集会议的目的 我再说一遍 警告中共不可以援助 很清楚了 对 中共那篇文章我刚刚讲了 它大标题就是 美国为了解决中美问题 跟乌克兰问题来求我们 对现在这个重点已经扭曲了 美国的重点是乌克兰问题 我是这样做的 你不要来帮忙 否则你给我小心 中共说美国因为要解决中美关系 跟乌克兰问题 他来求我们 这第一个 第一个这样转变了 所以他说要改善中美关系 然后希望说我能够介入帮忙 这解决乌克兰问题 然后我们都在做了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就是 中共每次在这种场合的时候 我常常讲 我说他们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为了活下来 什么不要脸的事情他都敢干 他为了活下来 什么不要脸的话他都敢讲 大家听过他讲说你话会不会太重 不会太重 你翻开他一百年来历史 他真的就是这样干的 曾经喊讲委员讲万岁 比这个更荒唐话都讲过了 邓小平被整下来之后 后来要求华国锋锁 华主席年富力强什么等等 我觉得真的笑全马之劳 什么难听话都讲了 等到我回来之后脸一变了 第二天就开始逗你 向来是如此 所以第一他有这个特色 第二就是你看到现在要对话了 他赶快想说那我怎么利用这机会 我怎么来利用这机会来扭转话题 我知道你要来警告我 那我不让你警告我 你一定会警告我 但我不让你警告我 怎么不让你警告我呢 我在我的文宣上把话题整个转过来 让人家看不出来 你才警告我 对 这不就是刚刚在做的事情吗 是不是这样呢 好 所以转移话题大搞文宣 然后谈什么呢 我再说一次 美国说你不可以去帮助这个俄罗斯 因为我对俄罗斯怎么干怎么干 你自己看了办 然后美国又说 你不可以利用这机会去搞台湾 因为我已经把五艘航空母舰推到这里 也跟一艘盒子前脸都在这里 所以你自己小心 我不但把动作做出来 我也讲出来说你不可以动台湾 不可以干什么 所以美国的言语也好 美国行为也好 我都已经很明确讲说 我关起来两个问题 乌克兰问题跟台湾问题 也就我刚刚讲说 大家全世界现在看乌克兰在想台湾 好 这个态度很明确 中共已经算到了 所以中共说 对美国讲这个要解决中美关系 然后他就说 拜登在电话会议上面 讲说不寻求跟中国打新的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通过这个加强同盟来反对中国 不支持台独 然后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他大张欺误讲这东西 美国有没有讲的话 有 但是不是重点 不是 为什么不是重点 美国重点 我再说两个 第一 你不可以去帮俄罗斯打乌克兰 否则我会制裁你 第二 你不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去搞台湾 否则我会对付你 结果他把这两个话隐藏起来说 拜登答应我们四复一无益 然后习主席很重视这个东西 他就又阐述了一遍 是拜登讲过这话 拜登为什么 拜登现在是说 我先把俄关的问题解决 他说这地方呢 我重复一遍 我过去讲过的立场 我没有改变 而且老师有可能 他不是这样讲的 但是中共这样子诠释他 中共是把他讲过的话 拿出来当做一个重点 美国是说我的立场是这样子 然后你不要去动台湾 他把不要动台湾这地方 就引掉了 他把美国讲的这段话 把他拿出来了 所以我说这叫什么 这叫偷梁换柱 这叫偷梁换柱 所以我又扭曲了重点 又偷梁换柱 搞了半天就是 你不晓得到底说了什么 但你把美国发的东西 很清楚一看 全部出来了 明明白白讲 我就是这几个重点 讲完了 美国也事前讲说 我召开这个会议的 没有错 所以中共把说 美国来主动召开会议 讲称说美国来求我们帮他忙 就是我一直讲 我说文宣的厉害在这里 可悲的是台湾很多朋友 就只读中共版本东西 甚至帮中共去进行善意的诠释 这是最荒唐不过的事情 那现在就讲到一点了 所以现在呢 你要知道中共真正态度是什么 你看它官方对于国际上讲的话 那可能还不是真正态度 你要看到这个大陆的网民 在网上讲什么东西 那可能还真正态度 你说网民的意义怎么会代表它呢 大家不要忘记 中共是封网的 中共是管制言论的 什么言论能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什么言论不能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中共是有尺度在哪 它是严守着的 你不然你今天讲说 你说中共应该跟俄罗斯划情界限 应该潜到俄罗斯 你上网去看 你看你这句话能够在网上留多久 是不是这样 那如果说现在大陆在微博也好了 在什么抖音也好了 在什么哔哩哔哩上面 你听到了都是大量的挺俄罗斯 然后谴责美国 谴责欧盟 然后这个甚至轻轻的谴责乌克兰 这些东西 你越少要说 中共官方尺度在哪里了 这是很明确的 对不对 官媒讲什么东西呢 你不用太相信 因为它不一定是真的 但是大陆网民讲东西呢 很清楚就是官方的态度 你懂的 因为官方让你这样讲 你懂的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上次提过 我说现在全球华人 有一个很棒的动作 叫做大翻译运动 The Great Translation Movement 非常棒的动作 大家把现在这个大陆上的 刚刚讲说微博 抖音 逼逼逼逼上那些东西 跟这些小媒体 大陆的小媒体 不是那些大官媒上面 讲那些有关这些话 就是跟它官方论点 不一样的地方 大家把它翻译出来 翻译从各种语言 英文 法文 德文 日文 什么都翻译出来 翻译出来之后 然后拍照 把两个版本摆出来 告诉你说我没有乱翻 你们看见了 这是中共真正的立场 这下中共真的被揭穿 这个嘴脸了 所以我们这个事情 我提了一个多礼拜 现在中共官方开始反击了 中国说不是这样子了 然后开始生气 为什么 被戳穿了 所以这边我要呼吁一下 全球华人 尤其是全球的香港朋友 你们英文能力这么好的 积极参与这个工作 讲清真相 揭穿中共的真面目 是 好 感谢我们等一下 继续来关注 这个习近平呢 中方呢是冷落地 对待这个乌克兰的邀请 但是另一方面呢 却急着在今天呢 要破例和后任的 韩国的总统邓选人 尹熙悦通话 那要如何解读呢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大破解 中共的一带一路呢 在欧洲的重要的门户伙伴 那乌克兰的总统邀请习近平谈话 不过呢 却被中共的外交部冷回应 那不过呢 习近平呢 今天要史无前例呢 要和五月份才就职的韩国后任总统 尹熙悦通电话 那尹熙悦一当选呢 其实就跟拜登当天就通话了 而且规划呢 打算要先通话 扩得四方安全对话的四国领袖 而把中共呢 摆到后面去再说 还在竞选期间呢 就表明要参与扩得四方机制运作 而且要强化部署萨德系统 那清美日 抗中共北韩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呢 在当选后 路线会不会落实 还有待观察跟相关的结构 那先请教桑普律师 当国际在关注俄罗斯跟乌克兰战火当中 中共角色 你怎么看习近平这个时候 魄力去跟尹熙悦 今天就要通话 我想他们各方都有各方的 暂时的一个需求 但是可以肯定呢 那很多人就担心说 尹熙悦跟那个习近平通话 是不是有点投降了 因为大家觉得韩国在文战营政府 这么的所谓的亲美和中 那会不会在这个情况下 也会重蹈重蹈这个辐册 因为毕竟在那个文战营时代 他是当那个检察总长嘛 那当然他查判案件 是非常手起道路 非常清楚的 但是你看得到 尹熙悦我还是对他 寄予一定的信心的 因为他第一个 他有点像川普的一个背景 他是从没有选举过 公职的选举 这一次是第一次 也是胜利的一次 那赢的是非常少 少过1%的一个 得票率 但毕竟他是韩国的总统 那更重要的是说 尹熙悦是首先 是同四方安全对话的国家 成员国对话 才跟中共对话的 有些人引申说 孤立的看 尹熙悦跟习近平对话 以为他是跟投共这个地方 其实不对 我觉得你看到 3月10号 刚刚是韩国大选结束 开票结束 两个小时之后 他就跟拜登总统去对上话了 5个小时后就对上话了 3月11号就是跟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 3月14号就是跟英国首相强生 3月16号跟澳洲的总理莫里森 17号跟印度的总理莫迪 就是这个顺序 你看文在寅当年是怎么样 文在寅当年的顺序是先美国 最后就是中共 最后印度 最后日本 还有俄罗斯 那现在当然是没有办法 跟普丁讲话了 那这个不可能 但你把中共 从第二挪成第六 这个地位就可以看得到 你的地位在哪里 而且还隔了一个多礼拜 还隔了一个多礼拜 都不谈话 所以这个次序已经说明了一切 所以大家不要光顾力看这个事情 而是先把所有他的盟友 先说了一遍 才跟中共说上一个电话 那第二个东西是 美国也需要引习岳 来去跟中共去投石问路 毫无避讳的说 那个当然说 这个韩国也是自由世界的一员 他跟美国有非常多的联系 我也深深相信 美国也需要引习岳来去探风 去了解习近平心里面想什么 所以这个地方 既是两个人之间的对话 既是两个阵营之间的对话 第三个地方是 中共习近平也需要测试 引习岳的底线 那你引习岳的底线在哪个地方 那你说了很多 就是反中共的说话 比方说萨德系统就很重要了 这个是终端的 远程的这个 这个比较重要的 飞弹防御系统 THAAD 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 以前在李明博时代 那个后来 那个铺锦辉时代 也非常重视的 在文在寅完全冻结 因为文在寅时代 是采取三部政策 一不参与那个美国的 导弹防御系统 第二 不追加部署萨德的系统 第三 不加入韩美日军事同盟 那现在可能反过来了 所以石板明复先生也在不同场合也说过 这可能是民主国家的防疫的破口被堵上 就这个意思 这个是中共有焦虑 因为尤其要注意得到 韩国会不会站在自由世界这个地方 也是反对俄罗斯呢 还是采取一个比较暧昧中立的态度 中共现在需要的像他一样 对俄罗斯跟美国暧昧的一个中立第三人 不要只有我落单嘛 那你韩国会不会跟上 韩国会不会挨在美国那一边 他要测试 他非常焦急跟焦虑 当然中共对待韩国 也是用一种宗祖国对凡俗国的那种心情来对待了 这个叫很重要的地方 但是我相信 这个长期韩国左派的四大主义 可能会有压制 第四个地方是北韩本身 也要看尹熙悦的态度 每一次保守派就是右派一上台 那这个北韩就会跳脚 会非常多的东西会拿出来试验 比方说刚刚昨天 北韩是试射了这个火星时期的洲际导弹 那金正恩还跟很多的将军 还在那边鼓掌开怀大笑 甚至你看到那个更重要的是多次 近年以来多次那个十多次的武力的恐吓 那暗示那个撕毁 暂停核止事报跟洲际弹道导弹飞弹试射的承诺 那是加剧了这个半岛的局势 所以这个地方会有一定的一个冲击 但你知道北韩的地方 并不是在于侵略南韩 而在于说他去勒索更多的利益 所以这个地方 韩国朝鲜半岛的局势 并不是现在整个世界的一个重点 那回到那个尹熙悦本身的政见 我肯定是他是非常抗中的 抗中共的 清美清日远中萨德系统 这几个关键词是很重要 那他在当选之前曾经讲过 文在寅是安保联美经济合中 他不会采取这个策略 不能够国防靠美国 经济靠中国 这个不可能的事情 他说现在政府立场轻松 但是韩国年轻人都非常讨厌中共 那这个从那个北京冬奥的时候 发生一系列事情都很清楚 那他也批评文在寅 对于中共跟北韩太柔弱了 那他在1月24号 没有当选之前 有20项的政见 他要强化韩美同盟关系 推动韩国加入Quad 先从疫苗气变 还有那个新技术工作小组开始 慢慢加入到那个四方安全对话 变成五方 另外是在新技术供应链 跟那个元宇宙网络原子能方面 有个New Horizon 有个新的境界 另外的是看到 以具原则性的对话 去厚实国防的实力 引领北韩无核化 明示北韩是主要敌人 维持对北韩的制裁 推动韩美日经济防长的二加二会谈 与韩美日与美日欧合作 加入CPTPP 反对国防靠美国 经济靠中国的论述 反对文在寅的战略模糊的战略 而且应该双方尊重 在经济公卫气变还有埋害文化方面的交流 而且降低对中国的依存 经济依存度 修复韩日的关系 加强美韩联合军演 萨德的正常部署 正病制跟目病制要并行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他的政见 那你看到 我觉得他第一次当选 他一定会努力的去完成这些政见的 我相信有这个动机 更重要的地方是韩国的民情改变 你如果领袖有不同的态度 民情没有改变都没有用 当你的民意跟你是站在一起的时候 你整个努力跟你的威力 是完全不一样 那我寄望这个尹西院能够稳守 这个亲美亲日 抗拒中共的路线 能够走下去 我们可以多一个自由民主国家 坚实的盟友 是台湾之父 台湾外交部也特别说 这个韩国新政府的这个态度 可能有利于彼此的关心 那俄乌战争是全球新闻的焦点 也是中国大陆内部的热门的话题 在大陆内部 还有一些国际的论坛 很多学者各个领域 大家都纷纷讨论 中共应该从中学到什么样的教训 各国也在反思 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那请问明老师 您觉得中共应该学到什么样的教训 我这次有趣的问题 我们不是讲到 中国文学内外有别吗 那我这次有特别看一下 中共内部他们在讲些什么东西 我看了一些他们的小媒体 一些网络文章 然后一些所谓学者专家谈话 他们谈了大量的这个题目 但是谈些什么呢 第一 这个俄罗斯这次打乌克兰的网络战 打得多么不好 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打 第二电子战打得多么不好 我们应该怎么打 然后文宣战文宣攻击的时候呢 那我们应该怎么打 然后如果说我们来动手 应该怎么要策动政治内应 这个俄罗斯上做的不够好 然后怎么策反对方敌军的军事将领 然后再怎么加强运输 然后加强后勤 然后怎么组员打点 怎么维尼的打员 在军事上面组员打点 在外交上怎么组员打点 但是那想了很多 所以我想了半天 我说大陆这些人 他们也是看乌克兰想台湾 对不对 一模一样的 直播大家想的不一样 国际上是看乌克兰 然后想台湾 但担心台湾的安全说 我们怎么保卫台湾 然后保卫我们的共同价值 大陆人想说 我们怎么从这个乌克兰 这个俄国之战的学到这个教训 然后怎么去狠狠打台湾 对不对 就像当年苏联解体一样 对 他负面学教训 他学到负面教训 所以初初看的时候呢 你又觉得说 这很有道理 他们想这件事情 你自己想想看 你为什么不想想看 俄罗斯为什么打到现在 没有打赢 这不是才是更重要的问题吗 你们大家当时都觉得 包括中共很多智囊都讲 美国的官方还出来讲说 这次俄罗斯打乌克兰 大概48小时到96小时 就打完了 然后就怎么样怎么样 那为什么现在 这个俄国会打不赢 打到现在还没有打赢 我不晓得将来会怎么样 至少打到现在一个月了 都要满月了 那还没有打赢 所以你只看见说 他在军事领域上没有打赢吗 还是说他其实外交领域也打输了 也就是这两个领域都输掉的话 你可能这个仗再打下去 你是无意义的 我明天到晚跟大家讲说 上兵伐谋 然后其次伐交什么等等 所以俄罗斯现在输在哪里 他输在至少输在伐交吧 不要说伐谋了 至少输在伐交 他在国际上除了中共之外 几乎没有别的朋友了 对 那现在中共算是唯一没有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唯一公开谴责他的国家 其他那些小国家我们就不用算了 也就是主要的国家 主流国家通通谴责俄罗斯 那中共现在很明显 如果你再不谴责的话 你就要主流国家之外 那这个应该是一个教训 是不是 你应该看到这一点 所以不再想说 我想怎么去打台湾 怎么打得比较好 那现在我们要讲到伐交了 伐交大家想说 那我们就是讲究一下外交技巧 到时候怎么样能够 在外交上面打台湾 我们要怎么组员打点 或者尾点打员等等 然后我们要讲究外交技巧 怎么跟美国暂时同盟 怎么暂时这个稳住他 别的国家他中立 他不要介入台湾问题 这些都不是重点 那我们回头来说 我们刚刚讲说 俄罗斯输输了哪里呢 第一好像输在战场上 但其实呢 你在外交上全部输掉了嘛 好那反过来说 乌克兰赢在哪里 大家现在看见说 乌克兰赢在战场上面 不是的 你是别的地方先赢了之后 在战场上才赢的 我们说的是 圣兵先胜而后求战 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圣兵先胜而后求战 就是我要打以前 我把所有事情都安排 都想清楚了 都造成一个必胜的布局 之后我进去打仗 这样我就必胜了 败兵是我没有什么准备 我先去打 然后希望我打赢 所以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我们讲说妙算胜 多算胜少算不胜嘛 妙算就算这些东西 所以现在我们讲说 乌克兰赢在哪里 第一它赢在战略地位 它赢在就是东西方 或者说欧美跟着俄国对抗的时候 它赢在那个战略位置上面 这个战略位置台湾更重要 是不是这样子 第一个是战略地位 第二它赢在哪里呢 大家说它很多外国来帮忙 是欧洲各国来帮忙了 美国来帮忙了 现在出钱 出力就是没差出军队而已 连台湾都捐了八点多 一新台币 对我们都捐了钱过去了 那为什么大家要帮助它 因为它小 它可怜被欺负吗 那也有很多国家 小的被可怜被欺负 但它没有帮了 大家没有帮那么凶啊 那为什么大家来帮它呢 简单说就是 它有什么条件让大家帮它 讲到最核心问题 除了刚刚讲说 在战略地位之外 最重要就是价值对抗嘛 大家觉得说 你是站在民主的最前线 站在自由法治人权 站在现代的普世价值的最前线 你在对抗一个极权的俄国 一个扩张的俄国 我觉得这个叫做法交 这才是法交重点 所以刚才你们也播了一些 这个泽伦斯基的演讲 泽伦斯基对这个欧洲演讲 然后对美国演讲 对哪里演讲 都赢得如雷掌声 为什么 他们的团队太棒了 那团队太清楚说 我们这有什么共同语言 跟德国就讲说当年什么问题 然后跟谁讲什么问题 然后跟英国讲说 赢又丘觉什么的 每一句话都抓到了 我跟你的共同点 这不是一个外交技巧的问题 这就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因为我们有相同的价值观 我现在提醒你 我们有相同的价值观 这个才叫做法交 所以我一天到晚讲 我说台湾的朋友要想清楚 我们今天不是抱美国大腿 我们是在罚交 为什么 今天我们刚好跟美国有平行利益 在这个时候我会讲了 蓝银也好 绿银也好 蓝银跟绿银其实核心的 真正的这个共同价值在反共 蓝银只是觉得说 我现在不要去得罪他 那将来长远我可以反共 绿银是说我现在就要积极反共 其实大家都是要保台湾 所以我常常讲说 你把台独跟统一呢 你拉高一层看 其实就是问同样的问题 我们这么一个台湾 一个民族进步 复数繁荣台湾 如何面对一个中国大陆 那有的说铜比较安全 有的说毒比较安全 但它核心都是保卫台湾 但是问题是 我们不能因为说 这个保卫的方法不同 就闹到自己不开销 到最后被人家切入 造成分裂 根本问题是那个中共 核心问题我常讲说 蓝绿是县政内的对手 但是红银是县政外的敌人 这才是真正的大敌 好 现在我们回到最核心的问题 那中共应该学到什么教训 对 我刚刚讲说 中共学到了如何打电子战 网络战 如何化内应 如何分裂对手等等 对 那是很低层的东西 全部搞出重点了 也就是你问的 我们常常讲 我说 你问的问题对 你有可能得到对的答案 你问错问题的话 你绝对不可能得到对的答案 中共现在这些人 长期以来被中共洗脑 想的就是 我如何把台湾拿下来 我如何怎么样 这都不是真正问题重点 真正问题重点 我再说一遍 俄国为什么打败到目前为止 乌克兰到现在为止 为什么打赢 简单说是否符合世界潮流 世界潮流是什么 第一 资本主义 因为工商发展到现在 两三百年 资本主义变成国际的主流 这点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你喜欢也好 不喜欢也好 你只得顺应它 因为工业时代来临了 第二 顺着资本主义来了 是民主政治跟人权法治 你说不完美 是不完美 但是呢 这已经是我们找到 在工业时代或工商时代下面 最好的政治经济体制 因为它有自我修补的功能 它用比较和平的 不流血方式能够解决内部的困难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应该学到的教训就是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今天已经不是强陵弱重爆化 今天是讲究游戏规则 我们有国际组织 有国际法 有国际条约 有各种干的这些东西呢 可以和平的 不流血的 非暴力的解决问题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之所以走到这样 就是因为我刚刚讲的 我们进到这个现代的时候 人类文明进步了 我们的价值观意识形态都往前推进了 过去呢 我们说攻下城之后呢 把人全部杀光 把女的全部俘虏 把男的杀完 小孩全部杀掉 然后财宝全部夺过来 大家觉得天经地 今天不是了 而且历史上那样 还是被认为有报应 对 今天现在觉得说你看 连恶军都说 我没有杀平民 对不对 恶军都这样讲 虽然他有杀 但他说我不以平民为主要攻击目标 为什么 他也有点点进步了 你不能说他没有进步 普世价值嘛 也就是普世价值 他至少有这么一点点 而中共现在想说 我怎么样能够 怎么样去对付台湾 甚至说我丢两个核子弹 你在干什么 你常常讲说美国可恶 你还没说对美国丢核子弹 你居然说对台湾同胞丢核子弹 这是什么话 我常常讲 我说这就是喝狼奶呢 然后长出来的人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 是真正的人的价值在哪里 所以才会学到教训 所以最后一点就是 怎么样用和平的手段达到目的 也不是暴力斗争 这才是中共应该 彻头彻尾反思的一个问题 老师 但是中共历史上 都是一路走到黑 是 这就我担心了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呼吁一下 是 好 节目最后呢 请我们有两位来宾 用一分钟总结今天的讨论 先请明老师 好 第一呢就是 北约谴责中共那些力度 在开始上升 然后大家也应该注意到 也希望说中共方面呢 真的有头脑人呢 能够想想说 是不是要跟俄国呢 真的是割起然后彻底呢 摆正你的立场 否则呢你也跟着陪葬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中共利用这个文宣呢 搞讯息战 然后在俄乌战争这个事情当中呢 我们看得很清楚了 然后很多相关的讯息呢 也拿来进攻台湾 而台湾很多朋友在网络上传 请大家看见了之后呢 不要再传下去 简单说他们是要攻击美国 然后削弱美国 然后或民或民去帮助俄罗斯 我们不要上这档 因为如果量化 我们切断了美国对我们的援助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我再强调一下 中共应该学到教训是 认清楚世界潮流 认清楚当代的国际关系 认清楚今天呢 是价值观划线的一个时代 所以真正应该学到教训是 放弃共产主义 拥抱民主自由 人权法治 这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出路 是 桑普律师 孙子冰 孙子冰法有讲过 预测力不预测废 我看得到 这个俄罗斯是好像 完全收错一个情报跟假讯息 之后他发动起这个 特别军事行动 其实是一场侵略的战争 那可以看得到 他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那可能他会硬拗一段时间 包括会触动圣化武器等等 但可以肯定 他的失败是写在墙上的 问题是失败 离开失败 从终极的失败有多久 这个变数是很大 这个战争越能够越快结束 这个是越有利于全球把头号敌人 中共重新聚焦在它上面的一个机会 那台湾呢 在这个机会 当然去声援乌克兰是没有问题的 更重要的是 我们更需要跟很多民主自由国家站在一起 来面对未来的变局 未来变局是中共它的那个谎言和暴力会加剧 台湾也必须要避免认知作战 跟各方面的事情 才能够真正的去顺境世界潮流 来在这个世界洪流里面走对新的方向 我觉得说这个才是 我觉得台湾非常重要要注意的一点 而且很有意思 2019到20是一个反中共的这个 极权的一个香港人来唤醒的世界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是一个长期亲中共的一个乌克兰的状况 然后来唤醒世界 大家都藉由这个机会认清中共的样子 对 好了 我们非常感谢两位来宾精辟的分析 感谢观众朋友的参与 新闻大破解 我们每周三五再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请留言 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那么感谢各位呢 长期对我们的支持 新闻大破解团队呢 将持续为您制作更优质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